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我是本琼斯 今天我们将要与印度评级与研究机构的德文德拉博士 讨论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 德文德拉 首先让我们从回落到1.3%的通胀率数据开始吧 这个数据要比我们之前预测的数值要低得多 美联储是否会对此进行关注 如果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4到5年中的统计数据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这样的通胀率并非所谓的显著下跌 但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美联储将开始收紧货币政策 那么通胀率还将继续下跌 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情况 如同欧洲和日本当前这边遭遇通缩的问题 但话又说回来 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低通胀 又急剧上调利率的情况下 总的来说 通胀率降低到1% 这是需求疲软 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如果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 与此同时需求疲软 那么通胀率还会降低更多 当前美联储仍然维持 记者利率在2.5%不变 在您看来什么时候会进行调息呢 多数市场人士认为 美联储可能会在2015年中期 开始收紧货币政策 但基于我们之前讨论的情况 特别是通胀率和全球经济现状 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 不会考虑全球经济的依存状况 现在全世界都紧密的联系着 所以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变化 特别是美国 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 而且美国现在已经处于紧缩政策的边缘 就目前就业数据来看 表现较为积极 但楼市形势尚未明朗 各项指标并非显示着 该行业稳定恢复 我认为美国的货币紧缩政策执行 将会是逐步的 因为急剧的上调利率的话 将会扼杀美国经济剩余的需求 最后一个问题 您认为现在对美联储的关注重点是什么 关注的重点是美联储相当温和的声明 无论如何 利率保持低位 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 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美联储不会再推出额外的市场流动性 早在2014年10月 他们就已经停止了购买政府债券 也就是终止了QE政策 当然 没有人想要前进了一步 再恢复原委 但是现在是该停下来 评估当前行事的时候了 以便了解最有可能的加息时间 我认为六个月之内 他们将会从市场中获得足够的信心 此外 真实的数据将会体现劳动力市场 和房地产市场的实际状况 根据这些数据 他们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 来考虑是否加息 如果是 那么加多少也是一个问题 多文德拉 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和独家采访 敬请关注都高斯贝电视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